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实我觉得李勋对于朱韵来说 就像是长明灯吧 然后可能朱韵在李勋身上看到了 他想成为的样子 就是李勋身上是有这种孤傲的 鄙视一切的这种天才的乖章 被囚砸中也是死 过河也是死 那为什么让我玩 你不顺眼 你这人太假了 他说到做到 他立下的slag基本上都做到 你已经输了 话别说太早 日子还长着呢 我能给你的 也能拿回来 最大的挑战就是 李勋性格的复杂性 去揣摩李勋的性格 包括去揣摩他生活中 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因为大家进到监狱出来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两个层次的 从你的眼神状态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给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 陈飞宇实验的这个李勋 要去揍方之镜 就是这一拳头出去 就改变了李勋的秘密 所以他在打的过程当中 他完全都不知道 其实他手打在了摄像机的铁片上 我认为其实如果一个演员有机会 在一部戏当中多次改变自己的倾向 那我觉得这个演员就赚到了 这起码能让观众辨别人物的变化 这个项目今天正式启动 我来附云 飞宇是他特别认真 他对待表演的那种细致啊 包括是为了角色 很自律地关于自己啊 我觉得都是我一定会学习到的地方 再来一下 要不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李勋的秘密 我在哪里 哪里就是山顶 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要这样的自信 不管时代怎么改变 既不转心转 你自己一定要念那样的心 能去打败任何的别人 你现在把这句话记住了 我从不需要跋山 我在哪儿 哪里就是山顶 不光是我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 哇 是不是有觉得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陈飞宇 或者是这是我想象中的力学